- 聽君一直話 主持 陳國明 大家好 來到這個5月16日的星期二 繼續有我國明為大家主持這個聽君一直話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樣說一下國際議題 我們去泰國 我知道昨天鄭博士也有提及泰國和土耳其大選的啟示 我也很想繼續說一些關於泰國大選 不知道大家有多留意 但是大家如果都記得 其實由2019年走來 香港人就經歷了一場反修例運動 成為全球的觸目 其實在那個運動一直發展之後 曾經發展過一個叫做奶茶聯盟 為什麼呢? 因為有好幾個地方都以奶茶為文明 其中包括香港 包括台灣 包括泰國 包括緬甸 這好幾個地方都有一些很大型的群眾運動 而泰國的群眾運動 當時的緣起就是因為大選 結果 當然還沒盡全功 不過泰國人就等來這個黎明的來到 因為經過這次的大選 他們有一個挺起出望外的結果 就是這個前進黨 似乎贏得到 在眾議院裡面 都是一個比較明顯的領先優勢 但是眾議院就有五百席 其中四百席 將會透過直選去產生 一會兒我會說多一點點 但是 四百席裡面 他就未能贏到超過二百席 所以就不成為單一的大黨 不過 前總理他信女兒領導的衛泰黨 同樣都贏得到百多席 他們這兩個政黨 如無意外 都會作為一個在野的反對黨 這次將會聯手 組織一個聯合政府 所以如無意外 前進黨的領袖 PITA 很有機會成為泰國下一任的新總理 之前的總理 現在的總理是誰 就是巴玉 就是有軍方的背景在裡面 這個泰國的大選選舉 昨天正波士說 泰國的選舉給我們啟示 其實我相信這個啟示以外 都在給我們一些力量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我覺得 大家要重了解這個PITA 有些BBC中文的新聞網 他的名字叫做皮塔 說起 因為他將會肯定成為 泰國未來非常觸目的 一個政治領袖人物 如果他成功走上總理之路 而且 以現時前進黨的聲望 他們的願景 他們的優勢 相信也會有一段頗長的時間 能夠成長和發展 會不會讓泰國的未來 牽出新的一頁出來 還是未知之數 不過呢 要說這個皮塔 其實故事 真的很吸引 也很豐富 在裡面 他被形容為高富歲 他 要賣個小廣告 他雖然曾經結婚 但現在已經離婚了 有一個七歲的女兒 所以相信 42歲的年紀 跟我差不多了 哇 哇 簡直是 在當地 我想是一個 超級鑽石級的 筍判 在裡面 但是這個故事 不是由他這個背景 開始要說 因為呢 皮塔的家族 裡面 他本身 其實已經有一個 非常之 有優勢的家族背景 十歲不夠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被他的家人 送了去外國 去了新西蘭那邊 去留學 但是 他就不是 一路順風順水 作為一個富二代 就打香命堂 因為呢 雖然他是出生在曼谷的政治世家 他的爸爸曾經做過農業部的顧問 叔叔做過前總理的一些幕僚 他自己也知道 去過紐西蘭等地去留學 但是 由於 家庭的變故 包括他父親在他二十多歲的時候 就離開了 所以當時他就返回泰國 終止了自己的學業 然後 接掌了家族的生意 你以為是不是又是一個富二代 不是呀 他雖然接掌家族的生意 但是當時他的家族的生意 做得其實快要破產 搞不好 結果他花了足足兩年的時間 就成功去拯救自己家族的生意 在裡面 然後才繼續他回到他的學業 所以他的學業背景一來 我看到有一些傳媒形容他一個學霸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泰國本地的名校 就拿到一些大學的學士學位 然後他去了什麼 美國的哈佛 然後也在麻省理工等等 其實繼續工讀 完成一些碩士的課程 所以 本身這個背景 特別是 你說 為香港人去哈佛 都已經覺得他威風了 對不對 但是在泰國 來說 就更加威上加威 雖然是這樣 但是 他就一直做生意 為什麼又要涉足政壇 首先你要明白 泰國呢 政界商界之間 有時候的關係 其實都非常密不可分 幾乎很多的有錢人 很多 富裕的 財佛 其實同時都 可能是一些政黨的領袖 甚至乎 就 公然要投身政壇 那你知道哈順本身 都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這個是當地政治的生態 也是相對上一些 未完全發達的政治政態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的狀況 老實說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不是那麼有優勢 你怎麼會去參與政治 對不對 所以 這個也是少不免形成的狀況 但是 皮塔 為什麼他會對政治有興趣呢 原來有一個有趣的小故事 話說 他十多歲的時候 當時被他的父母送去新西蘭 或者叫紐西蘭 那個地方留學讀書 不知道大家對於紐西蘭那些 有沒有什麼印象概念 不是周圍多姿多彩的生活 在西蘭的生活都比較簡單 他就說 當地沒有什麼休閒娛樂 他就經常看電視 我怎麼看電視播什麼 就好像 在播放我們立法會開會 但是當然 可能那個討論辯論 的質素 大家是有不同的 他就因為經常看別人的國會辯論 自己呢 於是在這個球學的階段 一邊就讀書做功課 一邊就聽政治人物去演講 從而對政治產生了興趣 這一個是埋下了一個種子 在裡面 但是 他實際上 投身政界是什麼時候呢 原來是2019年的時候 才正式開始投身政界 因為當他完成了這個學業 他又請教他的家族之後 他繼續在商界那裡 去做了不同的嘗試 包括有東南 Uber之稱的 Grab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我早陣子都用過 因為我去過泰國 一個軟件公司 他在裡面做一些 執行董事管理層的工作 然後呢 繼續他的人生經歷之後 去到接近40歲了 至2019年的時候 他才涉足政壇參與政治 那這個參與政治的時候 他當時是 做什麼呢 當時其實呢 是沒有現在泰國的前進黨的 那當時呢 就是有一個叫做未來黨 或者叫做未來前進黨 那其實就是現在的前進黨的前身 那他就披上這個戰袍去參選 結果就成功當選了做眾議員 那泰國的政治體制 分開兩個議會制 包括有眾議院和參議院 那眾議院裡面就有500席的 這500席裡面就有400席 其實是透過直選去產生的 那分佈之以不同的選區 那就出選了 那然後剩下那100席怎麼樣呢 剩下那100席就由這400席裡面 就能夠分開一個議席的政黨 按比例地不分區 就能夠分開一些議席 所以呢 譬如你本身有一個政黨 那你在400席裡面 假設你拿了200席 那就拿了50% 那剩下那100席裡面 就會分開50席給你 所以總共就會拿到250席 那你拿到250席 那在500席裡面 你就即是 變成已經達到那個半數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那個 基本的一個政治體制 那但是呢 哇 他當時就當選了做這個眾議院 那你想想就知道 哇 明日之星 還不是可以大展拳 但是世界上真的沒有一個 那麼完美的安排 那當時呢 就正正是因為 這個 前進黨的前身 這個新未來黨 或者叫做未來前進黨 那如果大家仍然有印象呢 在那個選舉的後續裡面呢 在當地泰國的憲法法庭 就裁決了 說這個未來前進黨呢 是需要在兩個禮拜內就 需要去解散 我知道 所以本身一個 初初誕生 給大家有希望 而獲得 一個很支持的政黨 都剛剛在選出來 都還沒準備好大展拳腳 突然之間 有一個憲法法庭 當然這個憲法法庭當然不會 站在人民那邊 當然是站在掌權者那邊 就下了一個要求命令 你要去解散 這個也不是意外的 因為泰國在過去十幾年來 其實也有幾個政黨被迫解散 全部都是反政府的政黨 如果大家近日有旁聽 或者留意這個47人案件的審訊 都有一點而熟悉的味道 譬如好像有一個選舉主任 出庭作公 說到他為什麼不信任那些候選人 會真誠擁護基本法 維護國安 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問那些問題 好像那些目標人物傳為反對派 或者民主派的 他不會問建制派要補充資料 或者質疑的 那為什麼呢 難道說得白一點嗎 難道要別人承認 是啊我們就是針對他 當然是告訴你我們不是針對他的 但是 你基於他什麼 是他講過什麼話 做過什麼 他的解釋不清楚 還是他的錯誤等等 這樣就說不出來 總之就是 我覺得他不真誠 那為什麼你不判他不真誠 又沒有標準 在泰國裡面的時候 當然啦 政黨就被被解散了 但是 我想 泰國人和香港人當時的情緒 其實是很接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期盼利明來到嘛 你看一下 泰國人當時 是不是花了很長時間 連續很多個月 我想大家都有 跟我同樣的記憶都不經歷了 我們都會在YouTube上面看著 那些直播的片 看著泰國人他們 怎樣大規模的遊行 抗爭 怎樣去bewater 去表達他們的訴求 去爭取 然後又繼續爬山 各自努力 那結果呢 雖然這個peter呢 那個政黨就被逼解散了 那但是呢 呃 他被 即是這個政黨被政治清算之後呢 呃 議員資格當然就 都沒有了 是不是 但是呢 他沒有放棄喔 他重整旗鼓 然後成立了一個民主派的前進黨 那你不讓我做未來前進黨的 那我就就這樣做前進黨 不說未來啦 那然後呢 就繼續用一個黨主席的身份呢 就繼續帶領著 一些其他 反 其實不是反政府的 其實只是一些反軍方派系 但是當然啦 當你的軍方把持著政權的時候呢 就自然會覺得 哇 你是不是就是在反政府啊 那這個很吊詭 我有時候在看的時候 都在看 什麼是顛覆國家政權啊 這樣 這個 現在在國安法之下就是一個罪名 但是我們撇除了不同一個罪名的層次去思考這個問題 什麼叫做 國家政權呢 怎麼可以顛覆它呢 如果 你本身是執政掌權的 你當然覺得自己就是代表著國家和政權啦 對不對 譬如以美國 民主黨為例 或者共和黨為例 沒有所謂的隨便一個黨 他 所代表的人 去參與選舉贏了總統補助回來 在那幾年他當然覺得自己就是代表著那個國家 是不是 我就是那個 執政中的那個執政黨 那個政權的代表 但是 一個選舉如果把這個執政黨換下來的時候 其實 其實 表面上是顛覆了國家政權的 因為國家政權是要換人 但是實際上國家是沒有變的 你有沒有說每一次美國總統選舉 又或者英國 偶爾又說要換總理啦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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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你會說國家政權是被人這樣顛覆了的 你不會的 對不對 國家繼續在這裡 政權在換人之後繼續運作 繼續管理國家 整個行政機關繼續可以運作如常 司法機關執法部門各樣的事情 是不會因為這樣出現大的變動 那 回到泰國啦 不要說到那麼遠啦 那 他們就從整旗鼓啦 繼續去作為一個反對派 結果呢 就 走到今天啦 不過呢 有些微妙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呢 Peter呢 大家現在外界預計就是由於 他所屬的前進黨在400席的直選二席裡面 現在最新呢 讓我看看 應該已經拿了超過150席了 距離200席當然還有一定的距離 也應該不會過到200席的 他就是成為單一最大的贏家啦 而第二位的呢 就是 他信前總理的女兒所領導的衛泰黨 也拿了141席 所以其實單單只是他們這兩個黨 三四五 其實已經拿到超過六成多的選票 簡單說 他們兩個黨只要願意攜手合作 也真的可以有合作空間 那基本上呢 就 必然可以組成一個聯合政府 那什麼叫聯合政府啊 因為呢 在一些多黨制的政治的裡面 他不會有 單一個政黨有時候 是拿到超過一半的議席的 那他就... 你拿不到一半就知道你拿不到話事權 對嗎? 正如我們 又是要用四十七人 你拿不到三十五加 那... 那是減不了的嘛 所以他們呢 就在爭取成為泰國版的三十五加 那當然兩個黨攜手加起來 一定可以啦 不止三十五加 如果他們四十加都可以 那... 那... 拿到那個... 那... 就自然地 有更大的話語權 但是他們有些的前設 那... 那比如... 前进党 他说明我不和那些 在过去的几年 支持军方和军方 那些有关的政党合作 而这个违泰党 敌人的敌人 就变成一个朋友 因为在这个议题上 因为那个本身都是他的敌人 所以他真的没有和他合作 所以双方 是有办法在里面 不过这个议题 够不够 可以谈得到 在一些政治理念上 是OK的呢 因为这个 前进党 其实是有一些想打破 过去框框的 一些想法 在这些操作上 而相对上 违泰党当然也有 一些政治的本钱 甚至乎变成一些政治包袱 在里面 常常提过 说过 因为他信 以至到他信的妹妹 也曾经做过总理的英拉 是被通缉的 所以不能够反回 泰国要流亡的 是否会特赦他们 等等 过去可以成为一些讨论 在里面 所以 仍然有很多的操作 可以在当中处理 时间关系 稍后再来 我要继续讲一下 泰国的政治体制 再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这个时候 我选了一首泰文歌 是和前进党有关的 一首歌 是Move Forward 就是向前走 我想说这首歌 在我听的时候 哇 我被他感动到眼淋淋 为什么呢 他的英文歌 即是他太文 但是我找到版本 他有一些英文字幕的歌词 在里面 我把它 简单地 翻译成中文 但是先卖个关节 回来 才听到这首歌 接着我跟大家 讲一讲这首歌 背后的歌词的含义是什么 稍后见